深圳浴光新材料有限公司自贴膜安装教程 首先检查自贴膜适合有黑点等外观不良情况 并确定自贴膜的尺寸与玻璃的尺寸相匹配 同时检查需要准备的安装功能 调光膜专用电源 电源线 螺丝刀 原盐胶布 玻璃胶 玻璃胶务必使用浴光公司指定的专用玻璃胶 调光膜专用电源 接通电源线 接线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接线口有红色和蓝色的标记 红色为输入口 连接通用220伏电压 使电源通电 蓝色为输出口 即通过电源转化后的电压60伏 接调光膜上的电源线 红色和黑色 住 不分正负级 但不能输入口输出口反接 不能搭线 不能随意更改线路 电源接好过后 打开开关 连接调光膜 电源线 确定调光膜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清洗玻璃分三次完成 第一用刀片去除玻璃表面的污点和杂质 第二用无成布沾上酒精 擦拭玻璃再次清洁玻璃表面的污质和污垢 第三使用玻璃清洁剂 再一次对玻璃进行进一步的清洗 并用玻璃刮板刮除玻璃上面的清洁剂 在玻璃上没有残留的水分和水气 再晾两分钟即可 以上方式目的使玻璃保持足够干净 保证贴膜时不产生气泡 安装第三步贴膜 自贴条包膜 正反两侧 均有一层PET保护膜 仔细观察 保护膜薄的一面为正面 保护膜厚的一面为质贴面及反面 质贴面就是贴在玻璃的面 从铜膜处撕开贴贴面保护膜六分之一 粘贴于玻璃上 将调光膜贴贴面 对准需要粘贴玻璃的位置 使用调光膜刮板 从中间往左右两侧刮 把膜固定于玻璃上 如果有气泡 轻轻地将调光膜掀开到有气泡的位置 重新刮一次 保证整张之贴膜 贴好后 无气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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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